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至今为止呢 我们一直在学习三卷的二十章 我们之前学到了祷告的性质 祷告的四个规则 然后还有关于这个四个规则的质疑 到底有没有必要的这样的质疑的一个回复或者反驳 然后我们也谈到了祷告的中宝 然后又谈到了祷告的种类 那现在呢我们学习祷告的规范 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主导文 是三十四节到四十九节讲的内容 那紧接着呢第二部分 我们序言部分讲完了 紧接着第二部分 它就开始解释我们在天上的负 那这个我们在天上的负呢 它是主导文里面的称呼啊 祷告里面有三球嘛 前三个球后三个球六个球 在六个球开始之前 我们在天上的负 这是一个称呼 那这个称呼里面包含丰富的意思啊 是我们祷告的对象 祷告的基础 祷告的出发点 祷告的确信 这个非常重要啊 首先第一点 我们称神为父 当然是凭借基督的名啊 为什么呢 谁能这样确信称神为父呢 特别犹太人 他们控告耶稣说 自称为神 亵渎神 因为他称神为父嘛 虽然说旧约里面也有 称上帝耶和华为父的这种例子和经文 但是犹太人一般当中认为呢 人是不可能称神为父啊 这个是被造物和造物主之间 怎么能混淆呢 谁能称神为父呢 若非我们在基督里 白白得着儿子的名分 谁敢自取儿子的尊荣呢 注意啊 这里有两个儿子 我待会解释啊 基督是真正的儿子 基督是本性上的儿子啊 因为基督就是圣子 道成肉身的那位基督吗 他在本性上 他在本质上 原本就是神的儿子 在永恒当中从父而生 他是神真的儿子 我们呢 我们是养子啊 我们是恩典上的儿子啊 恩典之子 为什么 收纳我们 接着信基督 我们与基督联合 在恩典里面 越拿我们 看我们 算我们为儿子啊 我们不是本性上的儿子 我们是恩典上的儿子啊 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这些基督徒 怎么能称上帝为父呢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本性 乃是因为恩典 信基督的缘故 就像约翰福音 一章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神就赐给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上帝赐给我们 神儿子的权柄 特权 这是恩典而赐下的 因着恩典而赐下的 借着信基督 所以我们就在基督里 可以称神为父 因此他不但称自己为父 自己为我们的父 甚至他愿意我们这样称呼他 既然没有比父的爱 更强烈的这种情感 那么这种甜蜜的称呼 我们在天上的父啊 这种甜蜜的称呼 说明我们借着基督 与他之间 有这种甜蜜的亲密的关系 就除去了我们一切的不幸 每当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父 我们就想到基督 上帝的救赎之约 恩典之约 如何在基督里面 怨纳我们 我们虽然不完全 但是基督的义 披戴在我们身上 我们所有的过犯和罪恶 都被他担当 基督的义归在我们身上 我们父在基督里 看我们为完全人 看我们为无罪的人 看我们为义人 愿纳我们做儿子 给我们这样的尊荣 完全凭借基督和父的恩典 那么我们既然 借着基督与父建立了 这样新的关系 那我们就应该 笃信不疑地来到父的面前 所以这个称呼本身 第一是借着基督的 这个成为养子 这个独特的身份和特权 同时也给我们兼顾信心 虽然我们不配 就我们自己来说 不完全 甚至有很多的污秽等等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 来到他面前 站在他面前 向他呼求 称他为父 因为是借着基督的眼光 所以大家一定要这样 这是两个都是真实的 我们的不配 我们的悲惨 我们的不足 我们的可怜 我们的困苦 我们现在活得很低 我们满身罪物 我们该死该灭亡 不错 但是因着上帝的爱 在基督里施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在基督里 获得了新的身份 每当我们重新思想 在基督里我们的属灵的地位 光线的时候 和我们目前的生活的 实际状态和现实 我们就投奔基督 借着基督来到父的面前 求告他的恩典 不然的话又怎么 有什么希望呢 难道就自暴自己 反正我活得也这么低 那我就算了吧 不求神了 我也不配做他的儿子 我就甘愿下地狱了 你打心眼里 真这么想吗 不会对不对 即便你觉得不配 不好意思 你也不至于说 我甘愿下地狱吧 我这种人就配下地狱 即便你自己心里面 觉得我这种人 下地狱是理所当然的 像我这种人 就应该下地狱 但是你心的骨子里 深处你也是不希望 你就活得这么低 对不对 你还是渴望 只能开连灭我这个罪人 求主加给我力量 让我活得更合乎你的心意 对不对 因为上帝已经将了不朽坏的种子 刺在你的里面 使你里面不但产生一种圣洁的渴望 愿意寻求它 愿意救进它 就像上帝造向日奎养 有一种趋光性 赐给我们新生命 让我们趋向它 愿意寻求它 爱慕它 虽然这个过程常常起伏跌撞 软弱跌倒 但是我们始终心里面 上帝不放弃我们 接着祂慈爱欣我们 接着圣灵提醒感化 唤醒我们 不断地吸引我们 让我们能够仰望祂的恩慈 所以弟兄姊妹 谈到这个的时候 前面虽然严厉地责备批评大家 但现在一定要知道 我们在天上的父啊 这是借着基督得到何等大的尊荣 这是特权 而且我和父之间的这种父子关系 虽然我们不是亲生的本性的儿子 但是恩典的儿子 基督的恩典里面 基督成为我们的长兄 但是我们成为养子 这个已经被怨纳到家族的关系里面 特殊的这种爱恩情的里面 因此我们应该除去所有的不信 不是看我自己 是看我自己不配 但是不要沮丧 要看基督和上帝的恩慈 然后去投奔祂的恩慈 仰望祂的怜悯 为我们的不配悔改 然后让祂恩典扶持我们 在我们身上显大 别让魔鬼借着这个机会 控告我们 以至于我们灰心退后 甚至干脆不祷告放弃了 那个不是神所喜悦的 再也没有什么 能够比称我们为祂的儿女 更能证明祂无限的父爱了 祂怨纳我们 在基督里怨纳我们做儿子 祂竟然怨纳亚伯拉罕和他的后 以这样悖逆反叛 拜偶像的儿女 成为祂的儿女 亚伯拉罕他父亲是造偶像的 也不是什么好种 是不对 竟然上帝因着祂的慈爱 接纳他 彰显他的财相的显明 与他立约 以色列百姓也不是什么好种 忘恩负义的 多次反叛 但上帝仍然持守 上帝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 当然有其中有真的应许的子女 还有一些是肉体的亚伯拉罕的后裔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一样 上帝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 显出了他对我们无限的这个父爱 所以他的爱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和棋身之处 投奔他的 千万不要灰心 撒旦有一种计谋 就是让我们放纵爱去犯罪 这是第一种轨迹 反正上帝爱你 你就随便犯罪吧 无所谓 第二种就是让我们怀疑神代 就你这个样子 上帝能爱你吗 然后让你沮丧灰心 是啊 我的确活得很低 我这么不配 这么软弱 我怎么配 算了吧 然后就远离神 等你远离神 一人离开信的根基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什么力量 胜过世纪和撒旦了 所以一定要拿起信心的腾牌 勤劲地抓住基督 依靠基督 坚信他对我们的这个爱 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 罗马书八章五解吧 五章八解 八章五解 基督就为我们死神 从此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 我们还做敌人的时候 上帝差遣基督就为我们死 更何况现在已经和好了 当然我们还仍然得罪他 但是作为儿子 他不会放弃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一定要不要怀疑神对你的爱 让神的爱扶持和激励我们 宁可让我们内心受无数的愧疚感 也别灰心沮丧 以至于算了吧 反正我这种人下地狱是应该的 就不再仰望神 不再寻求神 然后就过一个像自然人那样的生活 已经回不去了 弟兄姊妹 你再像从前不认识耶稣的时候 那样生活已经回不去了 以前不信耶稣的时候 你怎么活无所谓 良心不受责备 但你今天你要 还像没有事那样 回到从前那样生活 已经回不去了 良心里面一定会受谴责 一定会痛苦 甚至上帝可能会为了挽回你 兴起各种患难 经济 吉利 圈住我们 背逆远离他的路 直到我们把我们圈回来 和西亚书里面那个不抛弃的爱 一定要在神的爱上兼顾 这里面加尔文牧师特别的给我们解释到 他对我们的爱比我们生生父母的爱更大更美 他的恩慈和怜悯远远超过所有的人 为什么这么讲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更何况天生的父母 这个已经做了比较 地上的父母的确愿意儿女好 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 极有少数那种像畜生一样 丢弃自己的孩子 没有人性的杀害自己孩子这样的 卖自己孩子的父母 正常的情况下 一般的原理来说 父母都是希望儿女好 但是天上的父母愿意更好的给我们 即便焉有妇女忘记 妇人忘记自己吃奶的婴孩 正常的上帝造人的本性里面 母性的里面都会怜爱自己的 顾惜自己的婴孩 自己怀胎生育的孩子 惦记 甚至为着孩子牺牲自己等等 这是上帝造人的时候 赋予人的这种母性 母爱 但是即便是有这种被罪扭曲 出于自私 或者是无奈等等 不连续自己儿女的忘记的 即便忘记 上帝却不忘记我们 所以他对我们的爱 远远超于我们生生的父母 超过世间所有人的爱 不要怀疑上帝对我们的爱 他的爱永远比我们所认识的更伟大 所以呢 基于这样的爱 基于这样的关系 我们能够无惧的 坦然的呼叫阿爸父 当然这是因为圣灵的工作 罗马书里面 我们也学到八章十六节 不是儿子的心 不是奴仆的心 而是儿子的心 儿子的灵如果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可以称它为阿爸父 这是非常亲密的阿爸 这个阿爸父 非常亲密的 我们是他的儿女 所以我们求他的帮助 如果我们在他之外求任何帮助 就是责怪神的贫穷 无能 残酷 苛刻 当一个人不依靠神的时候 实际上他是在抱怨神 神贫穷 不富足 没办法帮我 无能 没能力 残酷 他不会怜爱我的 苛刻 所以他不会饶恕 接纳我的 或者推辞说 托辞说 我们知道自己犯了罪 因此理所当然 害怕来到神的面前 兄姊妹 这是很多基督徒的借口 我自己是罪人软弱 不配得神的祷告 所以不来 这个我刚才已经做了很多的解释 我们纵然天天冒犯他 但是我们仍然寻求他的怜悯 不是故意拿他的怜悯 这个当作放在情欲机会 但是除了不断地仰望他的怜悯之外 我们没有办法脱离 胜过脱离罪的这种污染和瑕疵 所以我们要时刻依靠他 极可默意的人有福了 像要渴死的路一样 去爱慕神的义 神的圣洁 这样的人是有福了 所以一方面感受到自己的软弱和痛苦 污秽不解 又渴望活出神公义的生活 这种人是有福的 所以他以人间的这种常情为例 论证了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 他也以浪子的比喻为证 谈到了父亲如何去不计较 儿子对他的亵渎 活着的时候要分财产 你不咒我死吗 中国人的文化也是觉得这种 亚洲文化都差不多 然后再就是挥霍完了回来 看见他脏兮兮的去抱他 亲吻他 然后又给他换衣服 给他宴请他 宰杀羔羊等等 父亲那种爱 欢欢喜喜 失而复得的儿子回来 比什么都重要 那种爱 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投靠在这种爱里 不是放纵情欲 而是刚强壮大 祷告坚实的出发点和基础 借着基督与父和好 成为儿子 带着确信去祷告 这是我们在天上父告诉我们的 这个很重要的教导 保障我们 所以父啊 等等 我们要知道我们祷告的地上是父 不是什么别的 好像那种残酷的关系一样 一教徒求神偶像的时候 他们一般都是带着惧怕的心求 他们没有办法 对信 这个神明到底喜不喜悦 我线上的牛羊 这个香 他不敢保证 这个神一定愿纳 为什么 这个保证不了 凡人和神明之间 这种隔离 距离是没有办法逾越的 但是我们造物主和我们之间有这种恩典的关系 祂视我们为祂的儿子 祂自己做我们的父 我们做祂的儿女 这种亲密的关系保障了 我们若照着祂的旨意求什么 祂就乐意赐给我们 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 所以我们要除去我们这种狭隘的心 我们往往以我们这种狭隘的心 不能领悟这种无限的恩宠 基督徒不仅成为我们取得儿子名分 基督成为我们取得儿子名分的凭据和缺据 根据基督我们成为儿子 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表现 而且还赐圣灵 我刚才也提到了 父子圣灵 三一论的祷告官 圣灵儿子的名分 见证人 借着圣灵我们知道 我们是有永生的 而且坦然无惧地称他为阿爸父王 所以提供了我们 祷告坚实的这个基础出发点 因此每当我们犹豫不定的时候 我们应当求告他除去我们的胆怯 使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下放胆 到此为止 我们解决了什么 无知的问题对不对 我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自己的悲惨 什么是有益的 第二 无能的问题 或者是能力不足 软弱的问题 软弱 现在有圣灵帮助了 有天父的爱 这种基督保障的 我们父与子之间的关系 我们与父之间的关系 这种坚实无限量的爱和圣灵 给我们的这种引导和确信 使我们不至于胆怯 放胆来到父的面前 西伯来书四章十五节 坦然无惧来到世人的宝座面前 为了寻求怜悯和帮助 所以我们在天生的父是何等的重要 这是我们祷告坚实的基础 所以每一次我们说 我们在天生的父说 你就应该获得确具 谦卑 为什么 借着基督来到父的面前 第二 确蓄 为什么 有基督作为我们坚实的互动和保障 第三 坦然无惧和勇敢 为什么 我是他的儿子 我儿子来到父亲的面前 虽然要尊敬要敬畏 但是心里面要投奔他 因为知道他爱我 已经接纳了我 虽然我有软弱疲惫不足 亏欠 但是要放胆 带着确具去向他祷告 更何况儿子的灵在里面 帮助我们 要默想这段话 所以我们在天生父 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扎实的 祷告的前提 祷告的基础 祷告的出发点 祷告的立场 你是站在什么样的角色上 向谁 祷告的对象 向谁祷告 我们不同于 什么中国人 天啊 神啊 什么 卫实之神啊 我们不是这样盲目的呼求 我们明确的知道 虽然不知道他具体在哪里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在天上的那位父呢 他是我的父 接着基督成为父 我明确的祷告对象是他 这位创造天地的主 在基督里实行拯救救恩的主 将来同管一切 更新万有的主 我的父 我要向他主 不是盲目的 带着把握的这种关系性 这种身份性 这种放胆 安慰 确具 勇敢 敬畏 依靠 亲密的关系 去向神祷告 不只是进一个宗教义务的问题 所以很重要 你要是祷告上缺乏信心 你默念一下 我们在天上的父 思想一下 诸道文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在祷告之前 第一个称呼 我们在天上的父 已经把我们刚硬冰冷的心融化了 让我们可以投奔到 这个父亲的怀抱 像受伤脏兮兮的 义父的孩子一样 受了委屈 被罪压伤的灵魂 来到父的面前 寻求他的帮助一样 父啊 怜悯我 帮助我 盼望我们有这样的心态 来开始祷告 不但如此 这里面说到我们的父 我尽快讲 然而基督在这里教导 不只是个人的问题 你祷告不只是你个人性的问题 而且这里面称为父 是一起称这位父为我们的父 所以这里面一个公共性 公共的这种意识 意识 就像我们之前所谈到的 教会是群体性的 公共性的 祷告也是 公祷告等等 当我们私下祷告时 我们在天上的父啊 这个时候就让我们提醒了 不只是我个人的问题 是公共性的问题啊 提醒我们弟兄之间相爱 是何等的强烈 借着同一个怜悯和白白的那点 做同一位父的儿女 从他那里得到一切的福 我们共同的父亲 同样都应该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分享 就是什么意思呢 祷告的时候 虽然你为自己求有的时候 但是也要注意这个共同性啊 也就是说更重要的时候 也考虑到教会的群体 为着别人的益处而祷告啊 如果我们真像我们应该的那样 真的像我们应该的那样 就像圣经里所记载的 我们应该有的 真的那样的话 愿意伸出手来互相帮助 这是使救济啊 捐书帮补资金上的物质上的帮助 救济或者是帮补啊 行善等等 不仅是愿意伸出帮助 而且是向弟兄最有益的事情 莫过于把他交在最仁慈的 父亲的照顾和护币下 什么意思 前面是实际的具体诗人帮助 伸手帮助 这个很重要 很宝贵 我们不能只动嘴皮子 不动正格的 要实际实践 尽我们所能的 虽然在韩国的我们 除了工作的肢体以外 可能很多学生是 自己自足等等 即便我们经济没有余力 但是如果我们中间有需要的人 我们竭尽能力的 凭着我们的心 竭力的去 帮助别人 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兄弟之情 虽然我们不能指望着别人来帮助我们 来教会天天瞅着谁来帮助我 其实现在这个生活 我们中间还不至于穷到那种 说无法活 自己活不起 需要别人帮补那种 是吧 当然有时候特殊情况 有一些大的急难的事情 我们需要这种互相帮助 这种意识 然后这个很重要 加尔文牧师说 很重要 但是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 就是在祷告当中 为止弟兄的益处 去交托给仁慈的父的照顾和保护 这个更重要 什么意思呢 我们去行善捐输 这是偶尔的行为 不可能每一天都发生 但是我们每一时每刻去纪念别人 为别人祷告是至关重要的 心里面在祷告当中 纪念别人 这是我们欠父的债 因为父这样爱我们 他也要我们去将我们 他对我们的感情 和我们对他的感情 延伸到所有他的子民 把他看为家人 看为产业的这个人身上 我们爱父也爱他的小子 给小子的一杯水 就是给父 所以这种关系 所以实际的帮助和祷告当中 不断为别人的益处求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里面 这种共同体的意识 基督徒的祷告 应该将他们将基督徒视为一体 那这里面的一体 包含着在基督里面做弟兄的人 不仅是目前我们所知道 我们敞开教会中文部的 我们所熟悉的 经常见面的这些人 还有一些是活在世上的 其他的 在韩国 其他在非洲的 在中国的 在日本的 在越南的 在缅甸老挝泰 甚至在北朝鲜的 在世界各地的 眼前的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看不见的是我们无法确定的 但是他们确实存在 所以祷告要纪念这些弟兄们 想到共同体 想到这些群体的时候 不只是我们眼前的 我们熟悉的这些弟兄姐妹 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也为韩国 也为在中国 也在为世界各地的基督徒祷告嘛 那么神关于他们的定义 计划 旨意 我们是不知道的 包括那些非基督徒 还没悔改的 上帝拣选谁 没拣选谁 我们不知道 但是不影响我们去实践 为他们祷告的本分和爱情 我们也不知道 在世界各地 具体的在哪里 是吧 可能透过一些消息 宣教报告 一些消息 透过其他肢体 了解到某个地区的基督徒的情况 我们可以为他祷告 不管怎么样 关于神的定旨 神的旨意 那是神的事情 但神却教导我们 去为万民 为众教会 为其他的弟兄姐妹祷告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时间缘故 我就不在这讲了 其实这里面 我们还要谈到很多 特别是现在很多基督徒 学了点预定论 就学得脑子 瓜子就浑疆了 就不知道双脚怎么走路了 也不知道是拿左手拿筷子 右手拿筷子 就是笨到这个程度 预定论 我也不知道是谁教你的 教成 蠢到这个程度 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祷告都不知道怎么祷告了 想事情都不知道 上帝教导你本分的 圣经里面教导了很多 预定论 你不知道也无所谓 丢在那里无所谓 你知道不知道 改变不了神的计划 你不知道预定论 上帝还会照着 上帝的计划去进行 你知道了一点点 搞得你自己当尽的本分 就不知道 圣经明确的教导 都不去照着去遵守 然后天天困扰神 怎么想的问题 你不愚蠢吗 对不对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 预定论不重要 很重要 但是你因着预定论 过度的去追求 探究给你搞糊涂了 与其这样还不如放一放 先把显明的旨意搞明白 不要去探究 这个神内心世界的问题 神预定谁 没预定谁 那不是我们操心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今天得救是出乎神 在创世之前 上帝的行为 一直不是取悦我们 所以我们应该感恩 要谦卑嘛 所以一切祷告 应该注重我们主 在国度和他的家中 他的教会 他的国度当中建立的团体 所以我们祷告 要关注的是群体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 不管是我自己的神 我们在基督里 上帝所拣选的这些人 我们眼前的敞开教会的肢体 还有我们周边 我们所能知道的 还有世界各地不知道的 还有一些将来可能会信的 等等 神定义当中的那些人 所以我们为那些外邦 一些民族 异教徒祷告嘛 甚至为一些抵挡神的那些人 祷告嘛 我们不知道神 拣选没拣选他 但是为他们祷告是我们的本分 为执政掌权的 为那些抵挡神的 为仇敌祷告 不是都本分吗 那有几个基督徒虚伪到 一面为着仇敌祷告 又不真心盼望他们得救的呢 是不是 那你干脆不要祷告了 对不对 你不顺从那个旨意 是吧 不要为仇 上帝说为仇敌祷告 那你就不祷告 你不顺从就得了呗 然后一方面祷告 另一方面心里 根本不相信他们的得救 巴布他们下地狱 何必那么虚伪呢 对不对 上帝让我们教导 去为仇敌祷告 是让我们去带着怜悯心 去爱仇敌 就像神爱我们 怜悯我们 这些仇敌 原本是他的仇敌 一样去怜悯他 这是学习效法神的实践嘛 所以我们也真心盼望他们得救 如果他们真的明白神的恩典 他们也不至于做这么多恶事 苦待我们抵挡神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天神的父这个包含着有形教会 眼前的地方教会和不知道的其他地方教会 普世教会 包括那个无形的教会 无形的教会也包括潜在的将来要信的我们的敌人 现在逼迫我们的异教徒或者或者什么一些无神论者 但是将来他们有一天可能会得救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加入牧师谈到了 刚才也谈到了 祷告和救济 一方面要具体的实际帮助 另一方面也要为那些祷告 具体的祷告的同时又着眼欲 虽然我们为个别弟兄的需要祷告 但是我们始终关注的是公众 公共性群体性 关乎教会整个群体 那透过主导文这种一般的祷告的形式 就能达到这一点 它包含着所有神的儿女 也包含着陌生人 我们在天神的父 包含着所有的人 陌生的人 包括我们教会里的人 远方的肢体 包括可能现在还不信 将来会信的那些 所有神的儿女 所以这种公共性 就打破了基督徒这种个人主义 自私的狭隘的界限 圣经说 我愿男人无愤怒 无争论 举起圣洁的手 随处祷告 这里面提到了争论和愤怒 纷争 加尔默士说到 保罗提醒我们这种争吵纷争 会关闭祷告的门 从而表达了他的愿望 即他应该同心合意的祷告 消除愤怒和纷争 化解这种矛盾 举起圣洁的手 不被这种愤怒纷争 污染的手来随处祷告 何以何目 何平的心 去愤怒 何平何目 已经消解了 和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 无论是三字的还是家庭的 无论是改革宗的 还是非改革宗的 已经消除了这种隔阂 这种偏见 这种见地 这种仇恨 虽然我们有自己的信仰立场 虽然我们看待问题有些分歧 但是不是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 我们存同求 存意求同 对不对 在基本合一的基础上 我们认可对方为弟兄 不必要把对方一定化成异端 或者异教徒 或者什么非基督徒 假基督徒 那不是我们的专业 我们的职业不是专门去定别人异端 我们的职专专业 专业也不是去定别人是什么假教会 但是我们有一个本分就是 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手 虽然不是那种犯神论的 普旧论的 这种所谓的四海皆弟兄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要想到 那些共同信仰里面的 有形教会当中的肢体 同做一位父 同为兄弟 这种和睦群体的意识 所谓的中国传统教会当中 所说的这种国度的意识 然而可悲的是 今天很多喊着国度意识的人 没有丝毫国度的心胸怀 陷入到党派之争里面 所以中国教会需要悔改 以前有很多优良传统 渐渐的丧失了 强调神的国 神的义 结果沾不上一点国度的概念和意识 那种狭隘的宗派主义 那种自以为是 骄傲 自我为中心 自私 地方教会主义 地方教会为中心的 根本不管别人的这样的光景 根本不是福音带出的结果 福音带出的结果是宇宙性的身体 福音带出的结果是 不是教会的这种真正的国度的 上帝国度的 当然上帝的国度又包含着 这种世俗政府的统治的领域或原理 还有上帝在教会里 属灵领域的统德原理 我们所谓的这个国度 可能是狭隘一点的 是指福音里面的那个国度 但是上帝在整个宇宙最终要成就的国度 天地万物都在基督里同归于 那个国度的意识应该在地上活出来 朱导文告诉我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应该时刻 以神的国神的家为念 那在这里面紧接着他说 不要因此推论 我们在天上的父既然说到天上 就不要好像神被封闭和局限在天堂的 这个所谓的范围 仿佛某种边界似的 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的居所 天是你的作为 地是你的脚凳 说到神是无所不在的 上帝是无限的上帝 他的灵在不局限于任何领域 而是充满整个空间 甚至超越他所有的被造 那我们就不用这个空间的概念去局限 我们在天上的父 由于我们心灵的迟钝心思测不透难以表达的荣耀 所以用天来称呼 肉眼看不见的 比作这种天上的辉煌 更庄严的境界 所以神确实超乎一切范围的 如果我们想寻求他 必须超越所有肉体和精神能够辨识的范围 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又想到神的伟大 无限超越 而不是想到什么 像我的一个朋友的父亲曾经解释什么 北斗星的这个极处 东方的极处 他就北斗星这个向那个方向 在那个方向 那就是用空间局限了上帝 上帝是灵 无所不在的 充满宇宙的 超越的神 天上的父 那到底是哪个是天 地球是球形的 放射性的向着宇宙放射 那是天上 我们头顶这个天 那美国人是我们脚底下的那个天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整个宇宙嘛 对不对 所以不要用空间的概念想天上 这是我们有限的思想是无法理解的 神的伟大无限 所以应当想到这种神的伟大无限 另外不要用这种有限的概念去局限上 另外提醒我们 他绝不改变 绝不败坏 提醒我们的掌控 并且掌握着所有通过宇宙的主权 因此这句话就说 他拥有无限的微柔 测不透的本质 无限的全能 以及永恒 我们的思想必须提高境界 我们一定不能将任何属地 属肉体的事物归给他 把属地属肉体的概念限定在神身上 一定不能用我们渺小的标准来度量他 一定不能以我们的意志 我们的意志去想象他 想象 所以总之不能用我们的有限去局限上帝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无限全能 伟大 微荣的神 正是向着这样的神祷告 所以我们一切的需求 应该在他里面得到帮助 不但如此 我们在天上的父 既然是父 我们必须完全信靠他 直到用他的护理 大能他在同管万有 所以我们现在的处境 我们现在的需要 我们现在的问题 都在他的掌管 天上的飞鸟 我们掉落的头发 你皮肤脱落 衰老掉的每一个皮屑 在我们看来这个睫毛 掉下来 都是微不足道 被我们忽视的 在父那里 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 都在他的同管当中 更何况我们所遭遇的 一定要寻求神的旨意 寻求神的帮助 作为儿子 既然他是我们的父 我们必须相信神 也相信他乐意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 他是至高的父 教会至高的父 坐在宝座的天上 他同管万有 因此这位正在照顾 护理我们的神 他就绝不会 使我们的祷告流于突然 最后我们做总结 那在这里呢 主导文向我们宣告 就是基督借着主导文 向我们宣告 父 关于父的两件事情 首先第一 他是我们信心的对象 我们在天上的父啊 我们祷告的对象不是天啊 不是天老爷啊 不是命运啊 而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清楚知道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谁 第二 我们确信他必不忽视我们的救恩 因为他屈尊护理我们 这位至高的神 是我的父 爱我的父 他就乐意 听我一切的呼求 他应许 他命令 他鼓励我们 教导我们如何祷告 他就愿意听我们的祷告 他喜悦 我们在患难当中求告他 在凡事上依靠他 所以他就不忽视我们 任何祷告和 对我们的救助 透过这两个原则 保罗教导我们 怎样正确的祷告 前面说到无知的问题 主导文教导我们 如何正确祷告 什么是对我们有益的 因为他吩咐我们 要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之前 他加上了这样的前提 主已经进了 应当一无挂虑 我们有挂虑 人活在世上一定会有挂虑 但是有挂虑的时候 应当一无挂虑 意思什么 应该将我们的忧虑交给神 怎么叫 祷告吗 有忧虑很好 他催逼我们 忧虑会折磨我们 压制我们 让我们感到疲惫 无助 担忧痛苦 但是这种忧虑提醒我们 何处有忧虑 何处就是我们在那里 祷告神 依靠神 将其仰望给神的 时刻和机会到了 由此可见 那些确信 耶和华的眼目 看顾艺人的人 他们的祷告 总是会笼罩着怀疑和困惑 注意 这就是现实 相信神 看顾我们的人 同时他们也会有忧虑和困惑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 上位 在这种张力当中 一方面已经获得了确具 已经获得了神的 看顾护理和保障 另一方面 我们还活在肉体和地上 会遇到忧虑和困惑 所以我们带着忧虑和困惑 来投靠那位眼目 看顾我们之人的 看顾我们的耶和华 所以愿神祝福大家 辛苦了 我们这个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